最近黄晓明和baby分别在社交平台上发文 一时机器千层浪 差点导致社交平台瘫痪 他们都这么写的 感谢过去的一切 未来仍然是一家人 这位博文似乎也是变装观 宣布了两人离婚的消息 从两人坚定的语气来看 似乎没有挽回的余地 这件事一直传出谣言 也有不少证据表明两人已经分手了 所以即使他们今天才官宣 网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但又有些唏嘘 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目前还没有人知道 但是另一件事生效了 2021年初 一位网民踢掉了两个人 黄晓明离婚了 有追求的女艺人朱子兰 甚至还乘坐私人飞机 找到这位女艺人 与女艺人的家人吃饭 对此事 目前朱子岩已经做出了回应 在社交平台上发表文章 传闻指于智者 也算是以这种方式否认了这一点 网民们也觉得 有必要讨论这件事的真实性 最终 这个爆料的网友 没有出具相关证据 当事人中也没有一个人 觉得有必要回应这样的新闻 很可能是网民的单方面猜测 这件事作为插曲仍然掩盖不了事情本身的热度 网民们也一直在关注 事实上 有新的网络同好会发现两人很久没有互动了 最近两人的联系是前段时间海绵过生日 石住院黄晓明送的儿子生日的博客文章 其他的都没有了 从去年年末开始 两人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 不仅社交平台不再互动 各种场合也避免了相同的框架 更可疑的是他们的私人行为 贝贝以前被拍到带着儿子 和助手乘飞机去外地工作 他要照顾孩子 还要赶公告 这被认为很忙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 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家人相反 黄晓明也在与朋友去餐后出现在酒吧 所有活动结束后没有返回北京的家 而是和工作人员一起去酒店入住 细节令人怀疑 现在谜团解开了 真相大白了 两人真的分手了 当时网民们也讨论了他们的甜蜜和幸福 不仅是最有名的世纪婚礼 威碧的公主班的待遇和数百万 没结婚戒指也让当时网民羡慕不已 但现在也只剩下虚 大卫亚社 Northern Exposure 幸福快乐结婚后 两人都没有放弃工作 而是继续保持工作状态 黄晓明 贝贝可能性格不合 也可能因为工作而疏远 不管是哪种 看起来都很遗憾 不管怎样 希望他们能各自幸福 希望海绵健康成长 我们下期再见